好 大家好我是小兵 然後今天其實我沒準備 一方便也是我明天要退伍了嘛 所以老兵幫自己就幫我準備 所以我們要退伍了 然後呢我頻道都是在寫一些奇怪的套機 跟做一些奇怪的網站 對 然後今天要跟 今天手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套機跟我差不多沒有太大的東西 叫做Snappy 模仿V型 這是什麼東西咧 因為大家都知道Five Plus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軟件都是一種快到沒感覺 就是說 你抓到處理再快 大家已經快到沒感覺了 所以說到最後 大家開始在一件事情順才重要 所以Five Plus他們推出了一個 他們自己內部有個專案 叫 Project Snappy 然後也是很無聊 就想說 每天就翻翻技術文件 看他們做過哪些事情 結果可以看到蠻多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們是如何讓Five Plus變順的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同時呢 這些東西也可以幫助大家 也要在寫程式的時候 讓你的程式也變順 好 那我們就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順 第一個 我們要思考怎麼變順 就要思考有哪裡卡 很多地方很卡 因為其實 發現它自己是一個simple process 就是它 它不像Clone一樣 是一個分頁一個process 它現在我們都還是single process 所以呢 Main Street 在發生塞車的現象 所有東西都在同一個設計 除了小部分的東西之外 大部分的東西都在存在水 進行塞車 我們要花很多心思 解決這個塞車的問題 除此之外呢 還包括了繪圖也會卡 因為繪圖的時候 例如說 用D3D、D2D 或是用Windows的繪圖方式 都會卡 每一種卡 包括用獨特的技巧 會解決 當然繪圖會卡 SQL更會卡 因為像是 Five Plus目前的資料庫 全部都是SQ-Line的存存 所以SQL的存取很慢 因為它 就是剛剛的問題 因為有些資料庫很大 大概200MB、300MB 所以SQL會卡 他們也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呢 Io也會卡 例如說 檔案的讀寫 檔案的讀寫 檔案的取用會卡 例如說 開Five Plus的時候 要載入好幾個地位的遊檔 這些東西都會卡 所以說 Io也會卡 不過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Jarscript Jarscript它的變數要回收 所謂電動式的回收 那是回收也會卡 他們也解決了 不過呢 捲動也會卡 因為捲動的時候 因為大家以前都知道 Five Plus以前的平滑 以前的平滑捲動很爛 以前的平滑捲動 多人不平滑 那根本好像到 Five Plus 12的時候 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平滑捲動 是預設開啟 而且解決起來很順 好 所以說呢 以上的東西 差不多解決了一大半 所以說現在 Five Plus K中 跑得很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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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Five Plus 4跟Five Plus 12的時候 那感覺是 完全是兩個流氧器 然後 對 可是呢 網頁也有問題 有時候呢 Five Plus不順 是因為你的網頁寫得不好 而是因為你的網頁寫得不夠好 第一個是說呢 如果說你用了一個東西叫DOS Storage DOS Storage 它是一種同步式的 它是一種同步式的東西 所以說它會卡住 它會卡住你的IO 所以說你今天要放進去的東西很大塊 之後它會卡住你的IO 怎麼辦呢 然後這時候就要用一個東西叫IndexDB 這是新推出來的規格 它是用SQL 它是用Next SQL的方式來儲存 可以讓你的 然後它是用非同步的方式來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 可以讓 會變得快一點 是API很複雜 這個問題 然後那個另外就是 setTimeout 請 不要用太多太多太多的setTimeout 這個年代 因為大家希望網頁都做得很即時 一個網頁五個setTimeout 六個setTimeout 擺在那邊 然後結果到最後面 整個 整個BuyFuzz開起來 有兩三百個setTimeout 在那邊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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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導致所以卡來卡去卡來卡去卡來卡去 然後呢 如果你是開發者的話呢 你可以用Focus 或用With the Beam 或者是用那個 With the Beam的體驗方式 去偵測它 螢幕上面 去偵測它 使用者 有沒有 網頁有沒有Focus起來 如果沒有Focus起來 就不要 亂加一個Timer上去 因為 會嚴重充滿使用者 使用網頁的速度 好 以上就是最近 他們也寫了一個工具 去方便說 我們要為了 讓它變得更順 所以要統計資料 他們也寫了一些 相關的內部統計資料 就是剛才有收過的 這些統計資料 除了他們會送過去之外呢 同時也會 你可以在這個條件裡面 AboutTenemature裡面 去找到 他們有送哪些資料出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一個很 很不知道講什麼東西的公訴 我們講叫做 Step-in-move-me-q 謝謝大家